台湾南华大学设立了第一所的自然与学研究所 而且是教育部通过 设立以后我们大家都去参与 但是我们的会长也还介在 我们中华自然疗法世界总会的一杆子学者几乎前沿到期 有中英有西医 有教授有学者也有普通社会人士 我们到了南华大学参加的只是盛会 因为终于我们国家教育部 能够认同自然与学 而且设立了自然与学研究所 所以我们对他们赋予高度的期盼和期待 一整天的看模式手掌致辞 你们都是说 几乎让我们世界总会的人大师说完 好了 我们回来以后 我们就敢立言我语 人者见人不见智 智者见智不见人 各法高见 有的人义愤 热血愤腾 自然医学怎么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走下去还是要偏 再走下去 还是西方医学的那个精中症 还是没脱力 今天不是要脱力 后来好 林家古林教授 然后这个 我现在是跟你们写话家常 了解一下这些什么 林家古林教授 还有南华大学的 这些人也在关注 三三一场都是有没有好的 这个林中 林教授 林教授的第一本 跟自然区比较有关系 跟主流有关系的就是 我的主流不见 自然说风出版是出版 我们三个人 有一天你就在国府级 两个周遭回来说 好了 既然我们对南华大学 觉得人家好像 做得不是很周到 那怎么办 我们就认为 既然我们都是在 自然医学里面 在努力的每一份子 我们不应该有门府之间 那怎么办呢 大家总会的立场 但是我就希望说 能不能为他们 我们整理出一个大纲 自然医学的大纲 或者把自然医学的相关教材 把它编排出来 这个时候 谁有用就教个神 学术是中理中肯的 学术是没有立场 学术是超乎学派的 很好的理念 因此我们三个人 林中林教授 还有在下午 我们喝了杯咖啡 好 前期休息来干活 所以就在应该算下来是八年前 八年前就传办了中华 自然医学 教育学会 那我讲到这里呢 是让大家了解 一件事情的形成 一个光业的转变 不是很容易的 一个新的思维 要在过期的一个基础上 要能够突出 动辙几十年 缠辙三百年 那大家说 我们只不过速食寒水 我们干这种蠢事 干什么呢 要告诉各位 这个社会上总是要有几个蠢蛋 做点蠢事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么我就跟各位讲 我们学会成立 成立的第一个主张 我的发言很简单 我就是说 请各位老师 各位专家 请大家写一下 我们今天竟然叫 中华自然医学 请各位写一篇 我心目中的中华自然医学 你就说 你对中华自然医学 或者对自然医学 你认为它是什么 你怎么变得 那同样的道理 我要再做一个 我们上了那么多科 我们走在这边 上了那么久 请问你 什么叫自然医学 或者 既然你踏中华自然医学 什么叫做中华自然医学 难不难三言两言讲清楚 难不难在两分钟内就讲清楚 或者难不难写一篇 生论文语 几千字三万字 都可以 可唱可短 可不可以 如果你很笃定 你说可以 了不起 如果你想 好像可以 议会难以延传 同样道理 在我们学会 十个老师 一封会 加出十个样子 这就是告诉各位 学界一见 的现况 大言者 真的叫做 忍者 借人不借知 知人 借知 不借人 这就是现况 不只是说中一界 西一界 自然医界 更有 过之而无不知 中一有中一的问题 西一有西一的问题 但是 他们是两个 有系统的 有结构的 两开医学 不管你对他 满意还是不满意 医学这个东西 不会因为 某一个医院 某一个医生 他的职业 有问题 而且 我们往往来 就会 一片概念 比方说有的人说 针灸哪里可以治病 这就不对了 你说针灸真的可以治病吗 也不一定 因而而异 有学艺不经的 蒙古大夫 说到蒙古大夫 不好意思 拿人家蒙古开玩笑 那一有很专精的 像我们国内 董言林 董医师 几乎少到病处 什么里南达 大家都没办法的 到了他手上 同样都是医生 一个医生 跟他的学业不同 阅历不同 临床经约不同 他治病是不同 所以 我用这样来形容 西医是一幅油画 中医是一幅国画 两幅都是画 它已经定型 要改变 是有些困难 但是可以改变 我比较不主张革命 革命太严重 学术的改变 学术的改变 是观念的改变 观念的改变 第一 因为毕竟我们 是一个民主制度 民主的素养 在全世界 也都慢慢成形 很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 还有一个在观念不相同的时候 彼此是可以被尊重的 所以最近我在国立教育电台 张晓英的节目 我认为 前大陆总书记 胡锦涛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做了一件异以心般的事 只说了两个字 叫做和谐 那有的人就问我说 那是统战手段了 那是什么呢 各位 先不要重复面思考 请大家进行计划 晚话重复三遍 如果一个意识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它会泪化 到时候也会弄假成真 我们今天动则就革命 动则就革命 所以我又胃很重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试了一分的时候 你又不听我讲话 修才一道兵有因 讲不清 那怎么办 兵容相尽 这是人类的本集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发生了一万多次的大型战争 死亡的人超过三十亿 这是人类 在这个地球上 在我的书里面写 为癌细胞平凡一面 如果要说 我们身上有癌细胞 我们人类似乎在扮演 这个生态的癌细胞 这个我们要反省 所以从最大的原则上 我看下来 我家里半天就开场了 就说 为什么今天要在这边 你看我们今天 何其有幸 能够 动用政府的事业 事业会的朋友 支持我们 让我们来到这边 虽然能几个 用了那么好的产地 你看这个音响多半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条件 这里呢我就跟各位报告 我这几天一直对这几句话 还有感受 就是 昨天我还发个欧阳群会长 我告诉他 这都是网络上传的 他的出处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了 你不能决定气候 你可以转发心情 你不能决定农猛 你可以微笑 你不能改变别人 你可以改变自己 自内的话是很多的 那同样的道理 今天我们这个看也不顺眼 那个看也不顺眼 结果我们有意见 他这个里面 他也是对错差 他有对的地方 他有不足的地方 当然也有错误的地方 重点这也怎么改进 所以改革是需要的 所以你们看 每一个总统 每一个候选人 一上台就讲寸子寸子 改革改革改革 当然不敢乱谈革命 但是又有个问题 改革呢 总是一个指头指向别人 三个指头指向自己 看不到 都是要去改别人 就说我是你分 所以我分改你不可 其实他只是柔性一点的革命 这是有问题 我们在自然学里面 我们必须要 知己知彼 然后呢还得什么 知天知地 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别人在想 别人对在哪里 别人错在哪里 就算有错 就是警惕我们自己 所以谈到中华自然学 我都认为 首先 我们必须要有 人活的数量 就算是 就算是 是 也